這一次在這場戰爭中 當然絕對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中國大陸了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國家主席 在5月份即將要出訪歐洲了 我們帶觀眾朋友來看到 這一次出訪歐洲有幾個比較大的重點 就是在5月6號這一天 他會在巴黎來會晤兩個人 第一位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 還有去年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范德賴 他還給范德賴恩不好的臉色看 當他去訪中的時候 今年的狀況我們也會來做持續觀察 另外一位他要會晤的就是 法國總統馬克宏 好 我們來看到 馬克宏他這一次特別在 即將要會面 他們將在這一次會面上 會請習主席來協助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國際關注的烏俄 能不能來做一個調停 目標是實現在今年7月份的 巴黎奧運期間 要達成烏俄奧林匹克休戰的一個目標 好 我們知道在去年 馬克宏就曾經呼籲習主席 他說希望你可以來想辦法 讓俄羅斯恢復理智 我們看到不久之後 習近平他確實當時就跟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通上電話了 這一次大家也期待說 馬克宏能夠再次發揮他的外交影響力嗎 能不能成功的說服習近平主席 來促成這一次俄屋上面 在7月份即將會有的 所謂的奧林匹克休戰 將軍您看好這件事情嗎 我認為不看好 我認為困難度滿高的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攻的一方勢如破竹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結 現在俄羅斯勢如破竹 當然這個時候不要暫停 你喊停之後我整個攻勢受挫 他現在剛好可以對烏克蘭的軍隊 秋風掃落葉 幹嘛這時候喊暫停 我們看強的一方 我們看這是尾巴衝突好了 尾巴衝突的話 大家都希望哈馬斯組織 希望我們休戰一下 都希望我釋放人質給你 把以色列人質放出來 以色列都一直在那邊 秋風掃落一直煞 這從去年的10月7號到現在為止 打了7個多月了 還是不停 不停 不可以 就是這樣子 然後在聯合國的大會 也要求以色列停火 都這樣子 以色列甩都不甩 為什麼 一甩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哈馬斯組織 可能就會都折斬 反攻 同樣的 對烏克蘭這個時候 如果是喊暫停的話 那俄羅斯的話 他的軍隊是不是馬上中挫 剛好現在的時候 整個俄羅斯大軍繼續推進 剛好這個時候趁正追擊 剛好這個時候 可以秋風掃落葉擴大戰果 這個可以擴大戰果 你喊暫停 那我怎麼打 馬上這個時候 烏克蘭可以利用這些使用做整補 那這個時候俄羅斯所付的代價 就會提高了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習近平到法國去 馬克宏會提出來 這方面的要求跟習近平講 但是習近平可能都有他的看法 那你要不要是俄羅斯去接受烏克蘭 讓烏克蘭去接受俄羅斯 所開出的條件 要不要 那一定不要 因為開出條件就是隔離投降 烏克蘭不會接受這個 那就很簡單 那就是習近平沒有辦法 在這一方面去說服普廷 在軍事上面的做這方面的決策 那第二個 今天法國馬克宏提出來 要習近平去做個說客 去跟普廷去說 那今天普廷也會講 你為什麼法國 英國 義大利 還有德國 還有美國 一直供應武器給烏克蘭 你如果法國如果沒有供應任何武器 給烏克蘭的話 法國講這話 普廷會聽 你拿了武器給他 你就跟我在作對 這個時候你現在要求我 那你為什麼要跟我作對 對 說不過去 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不提供武器給他 你講的話我會聽 就是你會供應武器給他 你似同跟我俄羅斯宣戰 因為你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那我烏克蘭憑什麼 我今天為什麼不繼續來打烏克蘭 我覺得普廷他一定很清楚 這一次是第三十三屆 這個夏季的奧運 由法國是在巴黎 為什麼這次辦得很棒 他開幕典禮不是在主場 在塞納盒辦 這換句話很慎重 而且是巴黎第三次主辦 四季奧運 夏季奧運 很清楚 他想要辦得很成功很大 如果這一次能夠 他能夠說服習近平去說服普廷 那對馬克宏來講 那這是一個 這是個非常大的戰果 我看 我不看好 我認為在這一方面 這個習近平可能會跟馬克宏講 愛莫能絮 了解 會這個狀況 所以這樣馬克宏也只能乾瞪眼 最主要回到基本面 就是我們講到的 是要談到經貿的問題 因為法國也對俄羅斯有經濟制裁 法國也通膨 還有法國內部也有問題 希望多賣點東西給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法國在亞洲最大的市場 他們最大的貿易有就在中國大陸 亞洲過來的 包括超過日本 包括超過其他國家 這就是中國大陸的市場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飛機空中巴士 因為我們知道的 波音公司出了很多的問題 剛好利用這些時候買轉單 轉單轉在哪裡 剛好是法國 法國利用這些時候 是不是在多買我一些空中巴士 有些空中巴士 因為航空工業它是個龍頭 它牽扯到非常多 我們知道航空工業在這一方面的 市場的這種 它的各個的公司都要公佈 就跟我們講到房地產是一個 我們講經濟發展之母 因為它帶動所有的生產的前進 但是法國的空中巴士 帶動周邊的產業非常的旺盛 不管是德達說或者是 我們所講到的NBDA等等 都要都有這個商機 所以法國今天我們講的 不光是奧運 今天習近平進來的話 希望習近平帶著大量的訂單 來跟法國下單 是 好 就烏惡戰事上 習近平主席現在要調停 他有他的困難處 不過這個和歐洲的經貿關係 確實比較有機會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 中國駐法大使盧野莎 他在這一次針對 習近平主席的歐洲行 他說法國是歐洲 歐盟的盟利 盟新核心大國 中法關係也是中歐關係 這些很重要的一環 而且這一次習近平他去歐洲的目的 是要來希望來抵制對華去風險 跟降依賴 能夠做到嗎 剛剛也特別提到了 現在法國也買了許多 提供了非常多的空中巴士 希望中國能夠買單 老師 當然因為法國總統馬克宏 一直強調要效法戴高樂 要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 所以這個當然使中國大陸不少人 對它是抱以很高的期待 但只是說我們要知道的就是說 第一個 法國目前為止 目前也在積極發展 它國內的電動車產業 所以當然它對於中國大陸 價廉物美的電動車 對於法國的衝擊當然是蠻大的 所以法國能不能夠全力支持 中國大陸 就是能夠協助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商 去克服目前現在歐盟進行的調查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值得觀察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既然找了馮德萊恩 其實我覺得感覺上 他也是要給自己買一個保險了 就是說他不希望被歐洲人認為說 他是站在中國大陸這一邊 而犧牲歐洲的利益或者法國的利益 所以我認為從這個姿態來講 看不出來會有很大的突破 可是他也不會壞到哪裡去 甚至我認為說不定 還會有一些些微的修正 為什麼呢 因為整體第一個在這個前 就是上週王毅跟博恩 就是馬克宏的外交顧問通話的時候 雙方都談到了就是說 希望有一些具體的合作 包括AI或者包括氣候變遷 其實法國也希望能夠吸引 中國大陸的企業來法國投資 特別是一些高科技的產業 第二個其實整個歐洲 包括不只是法國 現在德國也希望鼓勵中國大陸的投資 因為德國本來去年要提出一個 加強外來投資審查的 但是最新的報導認為 提到就是有揭露說 現在可能這個構想也要放下來了 就是怕說因為有這個比較嚴格的規定 會影響到外國投資到德國來 當然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來的投資 所以整個歐洲現在的氛圍 那其實是希望中國大陸 有更多的投資到歐洲來 因此在這樣子一個氛圍底下 對中國大陸的這個貿易調查 其實就不能下手太重 當然最後可能雙方要找到一個下台階了 能夠去解決這個雙方 目前所碰到的一些法規上的一些障礙 是 謝老師好 這一次中國大陸到這個歐洲行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務就是一帶一路 針對兩個國家塞爾維亞跟匈牙利 你希望在那邊能夠建立貨運鐵路 尤其是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之後 希望有一個新版圖 Boss怎麼看 這個顯示中國也知道 不管是歐洲國家多少個 或哪一個國家批評中國 目前跟中國關係變得比較不好 歐洲還是有很多國家 裡面一定會有不管怎麼樣 一定會有幾個國家 還是會想跟中國交好朋友 這個中國也知道了 所以這次他特別去Servia 還有Hungary 因為這些國家目前他們的領導人 是對中國比較好 比較友善 是 是 謝謝Ross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展現 我們一天